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夜闯入动物园 对一头四岁大的稀有白犀牛进行了射杀 而且锯断了犀牛角盗抖 这也是欧洲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案件 因为犀牛角在黑市价格不菲 每公斤价值高达6万美金 唯利是图的商家才做出 如此惨无人道的恶意行为 动物保护部门呼吁欧洲动物园 加强对稀有动物的安全保护措施 以免惨剧重演 其实这不只是有关当局的责任 保护和善待动物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动物园方面表示 还好园内另外两头白犀牛 幸运逃过一劫 没有受伤 而这种打了引号的幸运 真的是幸运吗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下面来看看这条微博 见过六狗的 但是您见过六猪的吗 而且是一只穿着警察制服的猪 最近纽约两位警察 在SOHO区的苹果店附近巡逻时 发现两个市民 牵着一只穿着纽约警方制服的 宠物猪在溜达 猪的主人甚至还邀请这两名警员 和自己的小猪合影 警员们接过小猪的牵引绳 看着自己的猪同事 不禁也笑了起来 其实在城市的家中养猪 并不是合法的行为 但是呢 在街上遛猪确实OK的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 警员们乐意和小猪合影 却没有将它逮捕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奉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 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